早上起来啊 海面的快艇 海面的小床都出满了 早上起来看着大海 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在泰国免歉以后 到泰国来旅游到里安不安全 这一直是困扰中国游客的一个话题 实际上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没有答案的 就是 你也可以说危险也可以说不危险 这个取决于你自己啊 就是你若自己的话 有足够的知识能够提前的做预判的话 实际上这种风险还是非常小的 刚才看到海面上的这种舰艇快艇 我一般是不会做的 因为我看新闻的人我就知道 做这种快艇出的事故是非常多的 因为他在海面上速度很快 一旦翻船或者撞上 海面上的其他的东西 翻船以后啊 那个旋转的那个发动机啊 对于落水的乘客来说啊 无疑就是一个绞肉机啊 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知识啊 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比较危险 比如说后面的大海你看他围了一圈啊 这个就是游泳的地方 然后他是防止那个快艇进入啊 实际上这一点泰国已经做的很不错了 我当时在柬埔寨西哈鲁克港啊 那个海滩非常漂亮去游泳的时候 他是没有这个围栏的啊 那个快艇经常冲入啊 并且有的人是故意的啊 看着就是喝的醉醺醺的 满脸通红 开着快艇 故意往那个游泳的人群里面冲 所以非常的危险 我当时马上一查新闻 果然哈 每年在那个西哈鲁克港 被撞死到外国人都有好多啊 所以说我就不敢在那里去游泳了 所以相对来说 泰国这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好的啊 但是只是按照东南亚的标准 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的话 那肯定就是比较欠缺的 比如说像这样一个所谓的中国的叫法 叫海滨浴场啊 你看那个整个跨度哈 可能达到了一公里啊 如果是在国内的话 那肯定就是每隔几百米都有一个瞭望 就高高的一个座椅上面 做一个救生员啊 这个叫海滨浴场是有管理的 但是在泰国就没有啊 他就是责任自负啊 我突然想到啊 我们小区的那个泳池 你看到没有 那里是有一个跳台啊 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 小孩很兴奋的 要从这个跳台上跳下去 我当时都没在意啊 后来我走进去看 吓了一大跳哈 原来他跳台下面那个深度 你知道有多深吗 我后来测了一下 三米 三米 所以说我就不敢让他们跳了 所以这就是在泰国跟中国的区别啊 我们在中国因为到处都 就是调的框框比较多啊 大家感觉不自由 到泰国就感觉很自由 但是啊 这里就是责任自负啊 啊 并且像出了事故啊 哪怕是对对方的责任 但是赔偿的标准是比较低的 反正据我所知 交通造势最高的赔偿 法律上规定啊 就是二十万泰铢啊 就四万人民币啊 大家可以掂量掂量啊 这个风险啊 我这段时间也看见不少 呃 中国游客 特别是玩海上项目死亡的事件啊 有很多都是在浮潜的时候 窒息而亡啊 这个是第一个方面要提醒大家的 第二就是交通方面的安全啊 呃 因为我自己到了泰国以后 每天都在开车啊 呃 我就感觉到实际上哈 你若就开车而言的话 呃 感觉比国内还安全啊 因为开车的人都是比较守规矩的啊 或者他不会像国内啊 就是就是一个缝就给你插过来啊 突然一下便道啊 什么加塞啊 这些现象啊 在泰国非常的少见啊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啊 但是你特别要注意摩托车啊 实际上泰国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啊 在全球是排名前几位的啊 比他靠前的两三个国家吧 都是那种什么中东非洲的战乱国家 但是啊 其中80%啊 都是摩托车 都是跟摩托车有关的 所以我在泰国以前刚来开车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 比如说前面是一个红灯啊 大家都在排队等待啊 都是有几个车道啊 有的车道排的非常的长 有的车道就没几个车啊 但是大家就是很少便道啊 比如说他本来是这个道 这个道车排的很长了 但是他就在后面排的啊 他不会便道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难道他们不赶时间吗 实际上泰国人开车也很急的啊 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 因为在泰国开车就是不要轻易便道啊 因为你便道的话 你极有可能会撞到啊 从身边啊 呼啸而过的那个摩托车啊 因为他们速度非常的快啊 你经常开车的时候 你左右两边啊 都是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啊 它真的是公路之王啊 并且他们在路圈方面 他们是跟汽车是一样的啊 啊 那个什么路他都可以上的啊 什么道他都可以上了 所以你在便道的时候 实际上你通过后视镜 你是不能够完全清楚后面的状况 因为他速度太快了啊 也许他可能还在100米之外啊 突然一秒钟他就到里跟前了啊 有可能就撞上了 所以这是在泰国开车要特别小心的 当然我就建议游客啊 到泰国最好就是不要去骑摩托啊 这个非常的危险啊 你要不然就租个汽车 要不然的话就打车 所以在泰国打车也不贵啊 当然说到打车啊 就说到现在最危险的一种状况 就是你刚到泰国出来大绕啊 特别是从机场出来啊 有很多危险的事情 就这个时候发生了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纪录片啊 就是德国的DW电视台 叫德国之声啊 也是全球知名的一个电视台 非常严肃的啊 它的一个纪录片 呃 它啊 再次提到了 发生在东南亚的那个 诈骗啊 就是Cyber Slavery啊 就是 就是被那种诈骗园区控制了以后啊 成为奴隶啊 让他来诈骗其他国家的人 不仅是中国啊 像美国啊 其他国家的人也有很多受害者啊 呃 它这个剧录片 主要是讲一个过际救援组织啊 是怎样来解救啊 这些被困在啊 啊 主要是苗瓦底 KK圆区的这种上当受骗的啊 诈骗 毛工啊 奴隶啊 啊 就说有一个年轻人啊 他还是在国外留学回来 当然他没有说是哪个国籍的啊 当时他就在网上找工作啊 后来就是有人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在曼谷啊 并且薪水很高 然后他轻松松的坐飞机 到了曼谷机场 一下飞机以后啊 就是有人来接他啊 司机带他上车以后 发现后座上已经坐了两个啊 年轻小伙啊 然后这个车本来说是去他工作的地点 结果逐渐逐渐他就发现不对了啊 啊 结果就到了那个跟缅甸的边境啊 就是啊 著名的美所到这里的话 就是渡个一个小湖啊 说几分钟时间就到对岸就到了缅甸啊 那边的话就是臭名昭著的妙瓦底 他后来就被困在KK园区了 后来他通过各种方式啊 跟国际救援组织联系上啊 啊 后来终于找到一个机会 怎样来解救他呢 就是因为他们啊 在那里工作啊 业绩不好 然后就要被再次变卖啊 这一次被变卖是变卖到缅甸的北部啊 他们要把这些人从啊 南部的妙瓦底要送到缅甸北部 的诈骗园区啊 他们是要重新再回到泰国 经过泰国的啊 因为缅甸啊 是到处都是战断军阀 割据啊 通过缅甸井内走 反而更不安全啊 他们再次回到了泰国啊 这个时候就给了那个救援组织的机会 然后他们就一路追随 所以啊 后来在一个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啊 他们就拦截上去啊 最后就成功的把车里面的几个人质啊 把他解救了啊 当然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他也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枪 是否会开枪啊 因为是发生在泰国嘛 所以说这个事情最终还是成功了 所以从这样一个事件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因为泰国他本身两边夹着一个柬埔寨一个缅甸啊 都是属于那种犯罪比较猖獗的国家 所以说他有时候也深受其害 所以说中国人在这里的话 也要提防啊 来自于这两个地区的这样种威胁啊 你下到飞机以后 千万不能随便上一个车 像我这一次从机场出来的话 呃我们也是打车啊 就是说门口厅的那种出租车 他是不会给打表的 也是讨价还价啊 最开始他说500泰铢 后来我给他还价到400泰铢 走到半路的 然后他说还是要500泰铢 我没有同意 实际上他也就算了啊 也没有继续坚持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泰国人还是比较有底线啊 你现在在城市里面 你打车啊 不管是打crab 还是打那个grab 或者是打那个boat 基本上都没问题啊 没有看见家家的现象 呃 当然啊 你在旅游期间 在泰国生活期间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的话 就是要提防同胞啊 这一点我讲过很多次啊 这一次有一件很有意思的插曲啊 就是我这次先到的曼谷啊 啊 住在曼谷的台湾朋友家里面 然后在巴提亚的台湾美食家朋友 就开着我的车 然后过来一起玩 本来说啊 我们回巴提亚的时候 就一个车就过来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这个车太小了 因为我这次过来两个大行李箱啊 啊 就坐不下啊 后来台湾朋友 台湾美食家朋友啊 我们就把他送到 苏尔纳普机场 然后坐大巴回来 呃 结果他两三点的时候 就到了那个机场啊 买票 结果买到五点钟呢 就是人太多了 好 所以说我们 回到巴提亚以后啊 就 打电话问他啊 回来没有 结果他那个时候还在车上啊 然后他声音就非常的小声 就是我现在还在车上啊 待会再说啊 就很紧张 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紧张啊 他说因为车上坐了很多中国人 他很害怕啊 所以说 这一点啊 即使像他这样 在这里生活了 已经有一两年时间了啊 但是他还是尽量避免啊 碰到同胞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最大的威胁啊 就来自于同胞啊 最近有一期事件啊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以前经常在说啊 就是说 泰国这个地方啊 中国人那个数字非常的低啊 这个龙首混杂啊 那个369叫的人都集中在这里啊 因为在泰国居住啊 门槛太低了啊 但是现在啊 我要收回我的说法啊 因为最近看到一起事件 我上次视频也讲过啊 就是有一个啊 国内著名的调查记者啊 他后来去了日本在做自媒体 然后这一次到了台湾啊 参加了一个访谈节目 结果说错话了啊 祸从口出 然后就被台湾封杀了啊 就是吊销了签证 然后五年之内进入啊 他回到日本以后啊 结果发现啊 他受到了各种威胁啊 有人是人肉搜索他 爆空了他的公司地址 甚至他的住址 然后他的住所附近 也经常有人在那里巡视啊 有人对他发出了死亡威胁啊 说要找日本黑社会来收拾他 啊 还有人说是要到日本政府去举报他 这一幕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啊 我一天到晚啊 已经好多年了啊 每天都有人啊 留言私信啊 说要到泰国政府去举报我 要驱逐我怎么怎么样啊 这位老兄啊 在日本居然也遭到同样的待遇啊 但是他心里面明白啊 真正对他造成威胁的 特别是人生威胁的 第一不会是来自日本政府的 第二也不会来自台湾民进党啊 真正的威胁啊 就来自于生活在日本的那群中国人啊 这一点我真的是啊 心有戚戚焉啊 我在泰国生活的这几年啊 无时无刻不是遭到类似的威胁 很多人就是说要弄我啊 要举报我 哎什么找泰国人来什么什么样啊 啊 所以这一幕看样子不仅是在泰国会发生啊 在任何国家的那种华人的群体里面都会发生 走到哪里你都要防同胞啊 你只要是防住了同胞啊 严防死守啊 当然你不可避免的要跟同胞接触 但是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 一定要了解他的背景啊 有一点不清楚不明白的啊 你赶快啊 转身逃逃离啊 越远越好 离他越远越好 这就是在泰国啊 实际上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啊 你一个中国人 你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啊 你一定要远离同胞啊 你只要远离同胞啊 在泰国我觉得还是非常安全的 你看外面的大海啊 这是回到泰国已经有一个礼拜了啊 感觉非常的舒服啊 这一次心态又不一样了 完全就是一个游客了啊 就没有以前的那种沉重啊 好好的享受生活吧 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